暗黑破坏神4将与嘉年华公布 这则广告泄露天机 今年6月 外媒CotaQ就报道暴雪在开发暗黑破坏神4与守望先锋2 随着暴雪嘉年华临近 相关传言也越来越多 网友Metro就发推说今年嘉年华将正式公布暗黑4 暗黑两重制版和守望2 而现在一个更加确凿的暗黑破坏神4消息曝光了 在近期的德国杂志GameStar上 有一份暗黑破坏神系列艺术级广告 其中包括了1、2、3、44代暗黑破坏神的500多张艺术图片 既然都要推出暗黑4艺术手册了 那游戏肯定得先公布 嘉年华正式绝佳时机